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谢明 欢迎继续学习带你开发Tensflow人工智能应用 这一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实现一个简单的CNN卷积神经网络 我们要用到的那个数据呢是那个叫MNIST 这样一个手写数字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呢它是由著名的机器学习大牛 Yan Lecun就是他是一个法国人 他就是在CNN领域他是执扭而者嘛 然后也是对人工智能的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他和另外几个人呢 他们收集了一个叫MNIST的一个database 就是一个数据库of handwritten digits 就是手写的一个数字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啊它就叫yanlecun.com 它这个网站上呢我们一般会使用 它这个网站上提供的一些MNIST 然后谷歌它的Tensflow里面呢 它也把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一些东西 它封装成了一个方法 我们直接去调用就可以去下载 它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些数字 然后它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不同人手写的数字的一些图样 然后每一张图片就是比如说一个对应一个0或者1这样 它就会有一个对应的label 就是表明它是真实的数据是哪个 比如说9的话它就标明9 所以它这个数据库里面是0到9的这样一个数字的一个集合 那么我们要构建的那个CNN呢 是大致像这样的一个CNN 它就是有一个输入啊 输入端是28x28x1这样一张图片 就好像是一张黑白的图片啊 因为我们那个MNIST都是彩色的 它是黑白的 所以看它的高度是1 假如是那个我们之前的CNN课里面有讲到 假如它是一张彩色图片呢 它的高度会是3 因为它是有RGB 就是红绿蓝三原色的图像的一个高度 所以呢28x28是它的像素 就是它的图片是28x28 就是784还是 然后呢它经过第一层卷积 它有32个过滤器 32个这样一个过滤器 然后它就会变成28x28x32 经过一个实化层 实化层它是2x2的一个pooling pooling layer 然后我们是会用maxpooling 然后呢它就会变成14x14x32 这样一个网络结构 然后呢它再经过第二层的那个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就是第二层的卷积网络呢 它是64的那个过滤器filter 然后它就会变成14x14x64这样一个 再经过一个pooling 再经过一个亚彩样层呢 它就会变成7x7x64 之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扁平蓄力化 它就变成1x1x一个长度了 最后我们再从经过一个全连接网络去输出 它就会变成1x1x10这样一个长度 大致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代码就是里面不一定的参数完全跟它一样 但是我们基本的参数是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去编写一下我们的代码 比如说我就叫CNNMNIST.python 首先呢当然是老样子 我们是要写这句话 中文注释也是蛮烦的 然后我们去import nonpy asmp 也是我们的已经很熟悉的几个库了 import tensflow as tf 然后我们还要来import一个下载 下载并载入 MNST 手写数字库 然后它是用这样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写法 就是一般网上如果你去找例子的话 都是会是这样一个写法 就tensflow它的底下那个库 就是库里面呢 它有一个叫examples 然后呢它有一个叫tutorial 然后再是MNST 就是它把这个MNST呢也放在里面了 这样我们可以去调用它的一些方法 去下载并载入我们的手写数字库 然后import data OK 然后呢我们去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变量 然后它去接收下载下来的手写数字库 import data.read 它是固定的一个函数 就叫readdatasets 就是读取数据集 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起一个名字 给这个我们下载下来的数据库呢 起一个名字叫mlist 当然这个名字呢 你是随便取的 它就会保存在你指定的目录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会把这个下载的手写数字集呢 保存在与我们当前这个python文件相同的这个目录下面 因为我们前面没有加其他的路径的一些参数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一些参数 它一旦下载之后呢 后你在使用它的时候 它就会不再去从网上download的去下载了 它就直接从你本地这个mlist下滑线data这个目录里面去调用 就比较方便 然后onehot等于true 首先来讲讲这个onehot是什么意思 onehot呢 它是一个编码的形式 就是onehot是一种叫独热码 就它是一种编码形式 就叫encoding 其实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的手写数字一共是零 零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对吧 然后独热码的意思呢 就是这里我们零到九总共是十位数字嘛 十位数字 这个独热呢就是说它会把这些数字呢 用一种独特的形式来表示 它这种形式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零它会这样表示 它会变成一 然后后面加九个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表示它在第一位上面 独热的它是被激活的就表示 它这个第一位上是一个零 然后呢 如果是一的话呢 它是零 一 然后后面是八个零 对吧 就因为它是总共是十个数字嘛 然后它要独特的表示 唯一的表示 那个每一个数字 它就会用这种方式 然后它就后面就是一次的一个 一推了 就它这种表示法是一种编码的一种形式 然后它就把它表示成 有点类似二进制的 但又不是二进制的一种形式 然后变成二的话 它是零零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 就后面有七个零 就是总共等于说十个数字里 它第二位呢 是 是一个独热的 就表示是二 然后三呢 是 零零零一 然后四呢 它是 零零零零一 然后五呢 是 然后 我们这个参数 onehot等于true呢 就表示 下载下来的这个 数字集呢 我是把它表示成 这样一种 独热码的编码的样式 就是如果我设成 onehot是force 如果是否的话呢 它就会表示成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个原始的样式 如果王浩等于true呢 它就会表示成 像这样的一种编码的模式 我们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太过深入的去理解 然后五呢 它是零零零零一 然后六是 七 是一二三三三五 八 所以它就是一个 你看它的 一个独热的位数 它是依次这样 往后移一位 我们只要知道 读热码 它是一种编码的形式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来构建 那个测试的数据 我们来先来构建 那个我们需要用到的 实验的一个数据吧 tranx等于tf.placeholder tf.float32 然后num28乘28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那个 像我们 我们这个输入 它是28乘28的一个像素 的一个图片 所以呢 我们这边 第一个那个tranx 它的一个样式 它就是28乘28的这样 然后它除以一个255 然后呢 我们去 再去那个 trany 是等于tf.placeholder 就是它 placeholder是一个站位符 之后再去填充 它的这个数据 10 因为trany就是它的一个输出嘛 输出它之后 会变成1乘1乘10 这样一个 所以呢 它总的一个大小就是10了 上面这个总的大小就是28乘28 就是784这样一个像素 然后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有一个num 这个num是什么意思呢 num我们知道是python里面 这个空的意思 它这里呢 num就是表示 表示就是张亮的 我们的tensor张亮 张亮的第一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呢 第一个维度可以是任何长度 然后我们再来创建一下 我们需要给到第一层那个卷积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 首先我们创建了一个28乘28的一个输入 就是那个x 然后呢 我们要通过第一层卷积 给它的这个实际的一个 一个图片集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是用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要用到的一个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要用到的一个tensor flow的一个 图呢 是叫tf.layers.conv2d conv就是conv就是conv的意思 就是卷积的意思 2d呢 就表示是二维的一个卷积 因为我们这个图片呢 它是一个 如果你单看它的一个平面的话 它是一个二维的 就是28乘28这样一个样式 所以它是用到conv2d这样 然后tensor flow里面 其实它有 其他的一个 就是tensor flow 它conv2d这个库呢 它有 它存在于两个地方 一个是叫tf.nn.conv2d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layer.conv2d 就我们本个这个练习 是用的这个tf.layer.conv2d 它们有一定类似性 就是你两者都可以用 也有一些网上的例子 是用tf.nn.conv2d 就是它的一些参数呢 是跟这个layers.conv2d 是不一样的 就是layers.conv2d呢 它们可以看到参数的 这个更加多一些 然后它的那个inputs 就是它的那个输入 就格式不太一样 比如说layers.conv2d呢 它的这个inputs呢 是一个tensor这样一个input 就是一个张量 而这个tf.nn.conv2d呢 它这个input呢 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tensor 但是它有一些格式的规定 就是tf.nn.conv2d呢 就是tf.nn.conv2d呢 它这个传进去这个input 就输入了一定要是float32类型的 或者是half这样一种类型 当然了 当然了 其实layers它本身 如果你去看原代码的话 它其实是调用了那个tf.nn.conv2d 它经过底层的转换呢 它其实是调用tf.nn.conv2d 这样一个库 然后我们要去创建 我们要输入的一个 我们给它几个参数名叫images 然后呢 它这个images呢 是tf.nn.reshape 就是我给它矩阵的一个 就是维度去变一变 矩阵的它的一个形状去变一下 就是用tranx 然后呢 负1 28 28 1 就它变成 28乘28乘1 这就是我们 第一个输入的一个样式了 就是它是去给这个 从tranx去改变了一个 它的一个形状 tranx本身它本来是 784这样一个样式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 我们要输入的图像的一个机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来构建 构建我们的卷机神经网络 大家感谢根本来给大家做的 我们 going t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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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啦 这个是我们的 好的 这个 就是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